3月27日 中国人寿发布2023年年度报告 年报显示 2023年 中国人寿实现总保费6413.80亿元 同比上升4.3% 内含价值达12605.67亿元 同口径增速为5.6% 一年新业务价值继续引领行业 实现368.60亿元 较2022年同期使用新经济假设重述的结果增长11.9% 基于2022年经济假设评估的一年新业务价值为410.35亿元 同口径下增长14.0%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下 该公司2023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61.81亿元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该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股东权益为4770.93亿元 核心偿负能力充足率为158.19% 较2022年底上升14.60个百分点 持续保持较高水准 该公司拥有长险有效保单件数达3.28亿元 在保险公司风险综合评级中 该公司持续保持A类评级 在常二代二期Summer评估中得分稳居人身险公司前列 请不吝点赞订阅